我們來看到我們的立體9 立體9這個fx是一個 哇!幾次是用看的 很多 2010次對不對 這個除以x加1的余式為6 我們就用最初的這個f-1就是 它的這個x帶-1進去 得到的6就是它的余式 這余式定理 是不是剛剛這裡 ax加b ax加b 是不是x加1 那a分之-b就是-1 帶進去等於6 這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 算出它這一個 余式等於6 去把a給b出來 有沒有 這樣沒有問題吧 那最後a就b出來-20 這個還好吧 這余式定理 下午總是會很想睡覺 對 沒錯 這個也是必然的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個題目 這個東西 欸你們看這個第一小題齁 第一小題的意思是什麼 Fx等於這樣 Fx等於這樣 他帶F8 事實上 他也可能出的方法是出 他也可能出8的5次方 減掉6乘8的4次方 減掉20乘8的3次方 加上30乘8的平方 加上10乘8 其實這個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是不是在出這一個意思 他如果出這樣 要你直接算出來 你真的會硬幹嘛 不會吧 這個題目就相當於 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對不對 Fx等於x的5次方 減6x4次方 減20x3次方 加30 x的平方 加10x 加72 而且我們這個題目 是要算F8等於多少 對不對 那你寫這個相當於什麼 F8 其實是不是Fx除以x-8 減4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減4定理嘛 所以呢 他的換句話說 是不是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Fx除以x-8的減4 因為有時候他 我剛剛在前一班上的時候 他們對這一個轉換跟這個轉換 有點 有點看得有點 不好接受 因為那時候他們真的剛睡醒 你們已經睡醒了一節課了嗎 啊 還是 又多睡了一節課 上一節課是什麼課啊 這個 好 接著 是不是我們用綜合處法就可以處理掉了 對不對 所以最後我們是不是 他的減4是24 所以F8等於24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沒問題 那我們看第二個小題 第二個小題 就直接印出這樣子 這個 你真的會印算嗎 不會吧 那一排燈關掉 可 好主意 我來看一下 這樣可以嗎 好 這一個題目 講義上這個題目 是不是相當於 怎麼樣 如果速度太快跟我講一下 我可以修正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不是相當於我們 令F 等於3x的5次方 減4倍的x4次方 加5x3次方 加3x平方 加7x加16 你懂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要算F 2 對不對 這個東西 要 這個是不是要算 把這個定乘F 要算這個 那這個其實 用於是定理還有中和處法來看 你是不是把它當成 x加上2分3來看 還記得嗎 被除4等於3x的5次方 減4x4次方 加5x3次方 加3x平方 加7x加16 被除4對不對 除以 x加2分3 x加2分3 12 得到的余4就是你要的 對不對 那後面為什麼又多了 這一個除以3 除以3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把它看成 另外一個方式是 F x 這裡 同學這裡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看成比較好看一點 當成3x加2當除4的話 它的商是長成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裡倒沒有要這個啦 我們這裡的目標是不是要這一個 只是多寫一個步驟讓你知道當它的除4 用3x加2的時候可以變成這一個當商 這樣可以吧 欸 劉同學轉過來吧 轉過來吧 好 OK 好 再來看下一個題目 F 除以x加1跟x-2它的余4分別是-8跟1 其實這個意思是不是相當於x帶-1進去 F-1等於-8 F-2等於1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 哪邊有問題 沒有 嗯 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令F等於x加1x-2 乘上Q這一個商 那你這個x加1x-2是一個二次式嘛 這個乘出來是一個二次式嘛 除4是二次式 我們於4是不是一次式 是不是用於Ax加B來表示 那接著我們帶 F-1等於-8 F-2等於1進去的話 是不是會得到兩個方程式 兩個方程式去解的話 A跟B就有了嗎 A就等於3B就等於-5 這個還好吧 那有A跟B答案最後我們的余4 就是3x-5 這沒問題齁 嗯 你累了嗎 還沒啦 我才講沒幾分鐘 啊 快下課啦 還剩3分鐘就下課啦 好 OK我們再看第12題 這個F的次方大於等於3次式 它除以x-1跟x-2 它的余式分別是3跟2x-7 那除以這兩個乘起來 那我可以被除式 除以除式 除式就直接寫這一個 這個主要就是除式寫下來 它的3我不需要知道 可是你的余式你要小心 除以這一個幾次式 這兩個併起來是不是三次式 併起來是不是三次式 它的余式是幾次 2次 2次對不對 2次的話 你是不是2次再除以這一個式子 2次除以2次 2次是不是會得到一個係數 對不對 那會余一個2x-7嘛 會余一個原來這個一次嘛 對不對 這樣沒問題 這是一個比較 因為它的余式是一個2次式 2次式除以2次 是不是會得到一個常數 那它的余式 是不是余這個2x-7是它題目給的 這是一個特殊的令法 那有些同學 剛剛我在隔壁 在另外一班 他說老師 我們如果我令這一個余式 我可不可以令成 用另外一個條件 也行啦 我如果用另外一個條件令你看看 我寫在黑板上對比給你看 被除式 等於 除式 乘以3 加一個2次4 如果這2次4我要定怎麼定 我問你齁 我如果用 X-1當除式 這個2次4我用X-1來看 是不是還有 AX加B 余3 是不是這樣子 同學是不是可以寫成黑板這樣 可是寫成黑板這樣子 請問你 它的位置數 是不是剩下A跟B A跟B 我接著只有一個條件 你讓A跟B好做嗎 會做得非常的 艱困 對不對 懂我的意思吧 也可以做啦 可是做很容易錯啦 比方說這個東西整個展開 是變成AX平方 A加上-A加B X 減掉B 加3 是變這樣子 那你是A -A加B -B加3 1 1 2 你這樣子做下來 你這樣是-2A加上B 跟-B-2A加3 這也會變出兩個位置數啊 也兩個方程式啊 這個一個是2 這一個是-7 是不是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你這樣也可以把AB算出來 只是你解的過程會不好算 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像我們 直接給你這個解答 直接就是它只要一個位置數對不對 這樣跟這樣都可以解出來 只是這個你在比較的過程 是我黑板交代的這個會比較難做出AB 因為這只要一個位置數A算出來就行 你看這個F等於3 我把這個帶進去 這個A就可以變出來了 A就可以算出2了 這個是比較迅速 這個A算出來2 跟這個 你有這一個把這個算出來 這個比較難 我這兩個都可以做 因為這個位置數 我黑板上的這個位置數比較多吧 這樣看可以吧 所以這個特殊的令法這樣子令 最後你的余式就是2x平方加4x減3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第12題很快的過去 何者是它的音式 第一個A選項是x帶-1進去等於0 所以x加1是它的一個音式 可以吧 第二個x帶1進去不等於0 它就不是它的音式了 第三個x帶-2進去不等於0 它就不是它的音式了 第四個x帶-2進去等於0 它就是它的音式 第五個x帶-4進去不等於0 所以大概是第一個跟第四個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